今天要给你讲的这本书啊,叫《徐悲鸿传》,讲的是徐悲鸿一生的故事。 提起徐悲鸿,我们都知道,他是近现代有名的画家,你可能还看过他画的八骏图,那上面的八匹骏马呀,不仅栩栩如生,而且神态各异。 但如果你以为徐悲鸿只是以画马闻名于世,那你就小看他了。 徐悲鸿在近代中国画坛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他主张改良中国传统绘画,将西洋画的技法融入中国画。 你如果仔细去看徐悲鸿的话呢,就会发现,他特别讲究光线、造型以及对象的解剖结构,这都和传统中国画大不相同啊,反倒显示出了西洋画的特征。 那如果你以为徐悲鸿是一个崇尚西方的画家,那你又小看他了。 徐悲鸿的话几乎选择的都是典型的中国异象,尤其是中国底层人民的面貌,比如他的名画《鱼公移山图》就取材于鱼公移山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他笔下的奔马,其实也是在描绘中国人昂扬不屈的生命力。 总之啊,就绘画题材而言,他比同时代的画家更为关注底层人民。 其他画家比如张大千、齐白石,更加偏向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 事实上,徐悲鸿曾经直接了当地表达过他对董其昌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画的厌恶。 对西洋化技法的推崇,以及对中国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此矛盾而又和谐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徐悲鸿的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今天这本书就将带你一探究竟。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的作者是徐悲鸿的最后一人夫人,廖靖文。 廖女士用满怀深情的笔触,回忆了徐悲鸿的艺术人生。 通过廖女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徐悲鸿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风格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那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为你讲述徐悲鸿独特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 第一,徐悲鸿为什么会主张用西洋化技法来改良中国画呢? 第二,徐悲鸿的作品当中又为何会充满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啊,徐悲鸿为什么会主张用西洋化技法来改良中国画? 这既有时代的因素,又和徐悲鸿独特的求学经历有关。 徐悲鸿生于1895年,刚好是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出去那一年。 徐悲鸿生长的时代,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西方思潮涌入。 当时在思想界呢,普遍涌动着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思潮,艺术界也不例外。 徐悲鸿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深受国内政局和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 主张把西方绘画中的写实主义运用到中国画里,从而达到改良传统中国画的目的。 不过,和徐悲鸿同时代的画家还有不少,他们的艺术追求却和徐悲鸿不仅相同。 比如著名的画家齐白石,他的主要作品仍然是传统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花鸟、鱼虫这些。 那为什么徐悲鸿却偏偏走上了中西结合的道路呢? 这和他的特殊求学经历有关。 徐悲鸿出生在江苏宜兴,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画师,特别重视对儿子的美学教育, 经常是手拿把钻的叫儿子画画。 于是徐悲鸿从小就具备了扎实的中国画基础。 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徐悲鸿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求学, 并且在1916年考入震诞大学法文系,那年他21岁。 你想啊,当时的上海是个什么地方? 十里洋场啊,那是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前沿阵地。 那震诞大学又是一所什么学校呢? 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学校,创始人是马相伯。 马相伯是谁啊? 他是一位中国的天主教神父, 而且啊,震诞大学的创建还得到了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讲学基金的资助。 所以,震诞大学是一所深受西方宗教和文化影响下的学校。 徐悲鸿在这所学校求学,学的又是法文,每天都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 这时,他并没有放下绘画的爱好,对西方绘画呢也是特别感兴趣,经常观赏和临摹。 久而久之,他掌握了一些西方绘画的技巧。 然而,促使他开始在艺术当中追求中西结合的,却是一件特别偶然的事。 当时啊,徐悲鸿还在上大学,他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广告,说上海有一所大学叫明治大学,明天的名智慧的智,正在面向全社会征集苍杰的画像。 那苍杰呢就是上古传说当中发明文字的那位啊。 徐悲鸿当时没想太多,按要求画了一幅画,继续应征。 谁知道,他的作品脱颖而出,他也因此成名了。 借助这个机会,他结识了康有为、王国为等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咖,顿时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东西方的绘画民族。 于是他对西方绘画的了解进一步加深,还产生了去西方留学的念头。 而且啊,他留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学习西方绘画的技法,对中国画做出改良。 早在留学之前呢,徐悲鸿就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中国画改良论》。 这篇文章里面提出啊,可以采纳西方绘画的技法,融入到中国画当中。 从这点上看啊,徐悲鸿是抱着改良中国画的坚定志向,去西方求学的。 他把西方绘画作为改造中国画的利器,从中选择和学习。 那具体该怎么选择呢? 徐悲鸿曾经和康有为、蔡元培等一些文化名人啊,有过讨论。 他们认为,要改良中国画,必须输入西方的写实主义。 徐悲鸿出国之前,受到这种主张的影响,就决定了,徐悲鸿出国之后啊,对西方美术的接受角度。 写实主义,也就成了他沟通中西绘画的基础。 1919年,也就是中国爆发五四运动那年,在康有为等人的帮助下,徐悲鸿终于得到了公派出国的机会,开启了长达八年的留学生涯。 徐悲鸿先是考入了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且游离欧洲很多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观摩研究西方美术。 见得世面多了,人自然眼光独到。 当时他失从了几位大师级的人物,这里呢,我们重点说三位啊,这三位的共同特点都是追求写实主义。 第一位是巴黎美术学院的弗拉芒格教授,擅长于历史题材的人物化,相比于细节,他更加注重色彩的搭配于护衬。 这对徐悲鸿日后油画风格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比如徐悲鸿后来创作的田恒五百世这样的巨幅油画当中,色彩对比非常鲜明, 就是受到了弗拉芒格教授的影响。 第二位是巴黎美术学院的院长弗拉蒙,他精通肖像画,尤其是擅长刻画人物的微妙表情。 在他的影响下,徐悲鸿创作了一批肖像画,刻画对象呢,主要是他在中国的那些老师和长辈, 比如他曾经给康有为画过像。 同时,弗拉蒙还推荐徐悲鸿去向达阳请教。 达阳被认作是当时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工作室在巴黎美术界享有盛誉。 作者在这本书里回忆到,徐悲鸿曾经说, 他当时每个周末都要去打仰的画室, 打仰对徐悲鸿的影响是更具根本性的, 因为打仰这个人从来不追求时尚, 而是坚持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艺术风格。 这种风格特别讲究造型上的严谨和完美, 这在徐悲鸿后来的作品当中经常有所体现。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 1921年由于国内政局动乱, 北洋政府是中断了留学生的学费, 徐悲鸿被迫转到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 在那里他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他曾经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伯朗的画作, 并且经常去动物园画狮子、老虎、马等等各种动物, 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 直到重新获得留学经费之后, 才返回法国继续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 徐悲鸿对动物的写生能力获得质的提升。 你可能知道, 徐悲鸿的一项绝活就是画马, 这其实就是在德国起见打下的功底。 作者在书里回忆了这么一件趣事, 一次有一个人看到徐悲鸿画的马, 立刻惊呼, 哎, 这画得真好。 可是这个人呢, 根本不懂画, 他是养马的, 每天和马朝夕相处。 他说徐悲鸿的马画得好啊, 意思其实是说他画得准确, 也就是马的骨骼和肌肉结构都和真马一模一样。 一个不懂画的外行, 却道出了徐悲鸿艺术作品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深厚的写实功力。 这和徐悲鸿在欧洲求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徐悲鸿的努力终于收到了回报, 1922年, 他的油画作品《老傅》入选了法国国家美术展, 和他一起入选这次美术展的都是欧洲艺术殿堂中大师级的人物。 这一年, 徐悲鸿才27岁, 一个天才已经开始展露头角了。 1925年, 30岁的徐悲鸿回到国内, 他的一位朋友在上海为他举办了欢迎宴会, 向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推荐徐悲鸿和他的作品。 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文学家田汉, 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 三年之后, 徐悲鸿开始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艺术系教授, 并且继续从事绘画创作。 到了1930年, 徐悲鸿完成了油画《田恒五百世》, 这使他迅速声名雀起。 《田恒五百世》这幅画的故事背景, 我们有必要简单说一下。 田恒原本是出身齐国的王族, 秦朝末年, 田恒曾经领导过反秦的斗争。 刘邦消灭群雄之后, 田恒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了一个海岛上。 刘邦听说田恒深得人心, 就派使者召他到长安接受封赏, 否则就要派兵剿灭他们。 田恒不愿投降刘邦, 但是为了保住岛上众人的性命, 就带着两个随从来建了刘邦。 到了距离长安三十里的地方, 田恒为了保全自己忠于齐国的气节, 拔剑自吻。 海岛上的五百壮士听说田恒死了, 就全部自尽了。 田恒五百世这幅画, 表现的就是田恒和五百壮士 在海岛上绝别的壮烈一幕。 徐悲鸿创作这幅画是因为在三年前, 也就是一九二七年, 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叛变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南京建立了反动统治。 当时知识界也有不少人投靠蒋介石, 丧失了应有的气节。 所以啊, 徐悲鸿创作了这幅画, 热情歌颂田恒五百世的崇高气节, 表达了对国内形势的强烈不满。 这幅画的重要意义还不止于此,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幅画的话, 就会发现它集中反映了 徐悲鸿绘画的写实主义风格。 徐悲鸿在这幅画里面, 特别重视光影的变化, 比如在田恒宽大的袖子上, 有几块阴影, 这是光线照射下呈现出的自然变化。 再比如啊, 人群当中不同位置的人物显示出的明暗对比, 这也是为了表现光线照射下的层次感。 很有趣味的是, 徐悲鸿还在画面当中远处的草地上, 添加了几匹自由自在吃草的马, 这就给整个画面增加了透视感, 显得更加立体。 这些都显然是西方绘画的技法, 和传统中国画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 但是, 田恒五百世的题材却又来自中国历史故事, 整幅画表现的是中华民族威武不能趋的崇高气节。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又体现出地道的民族性。 所以啊, 田恒五百世的成功, 其实是徐悲鸿引入西方绘画技法, 改造中国画的结果。 说到这里, 你大概已经了解了徐悲鸿为什么会在绘画上致力于中西结合。 然而, 如果他仅仅做到这一点, 那他的作品还不能够拥有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徐悲鸿在艺术上的成功, 还由于他特别关注底层人民, 经常把底层人民作为绘画中的主角。 比如, 他还有一幅代表作, 名叫《鱼工一山图》, 表现的就是劳动人民不屈不挠改造山河的气感。 这在当时的画家群体当中可不多见啊, 比如齐白石、张大千、林丰棉这样的画家, 他们的绘画题材呢, 仍然集中于山水、花鸟、鱼虫上面, 仍然体现出传统中国画的审美趣味。 那么徐悲鸿在绘画题材上, 为什么会这么的别具一格, 喜欢描绘劳动人民的生活呢? 这就要说一说徐悲鸿的个人经历了。 我在前面提到啊, 徐悲鸿的父亲呢是一位画师, 画师的收入有限, 徐悲鸿的童年生活是很穷困的, 而且当时军阀混战, 父子俩为了生计不得不江湖卖艺。 少年的徐悲鸿看到了太多劳动人民的悲苦, 他亲身经历了事态炎凉。 同时期的画家当中呢, 齐白石的出身也很贫穷, 但是齐白石年轻时靠做木匠为生, 有一门实用的手艺, 好歹能够糊口。 徐悲鸿年轻时候的生活啊, 可以说是比齐白石还要穷苦得多。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徐悲鸿的父亲重病去世, 为了谋生和理想, 徐悲鸿离开家乡前往上海, 成为了一名户票。 当时他的生活非常的艰难, 甚至曾经为生活所迫, 走投乌路, 差点跳了黄浦江, 还好最后有人相助, 才绝处逢生。 这种经历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徐悲鸿以后的人生观和绘画题材。 徐悲鸿是在1925年回国的, 就在前一年, 也就是1924年, 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 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开始了大革命的准备工作。 到了1926年, 广州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司令发动了北伐战争。 在这场战争当中, 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被广泛发动起来了, 光是湖南、湖北两个省的工会会员, 在1962年底就发展到了30万人。 在许多地区, 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 与此同时, 农民运动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到了1927年6月, 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 在农会领导下, 农民对于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空前的扫荡和冲击。 但就在1927年,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叛变了革命, 转而投靠帝国主义和江浙资本家, 镇压工人和农民运动。 共产党员也遭到了血腥屠杀。 徐贝鸿回国之后, 耳闻目睹的就是这样的环境。 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是出身底层的他产生了极大的功名。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他的极大愤慨, 早与镇压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他的同情。 在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廖静文笔下, 徐贝鸿是一个不畏权贵的人, 对劳动人民有着很质朴的感情。 他在创作当中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力量, 比如前面提到的田恒五百世, 其中的五百壮士都身着平民的服装, 实际上就是普通民众的象征。 与此同时, 徐贝鸿特别反感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文人画, 认为那不过是腐朽小圈子里的文化。 所谓士大夫文人画, 就是传统社会当中士大夫阶层的绘画, 比如我们熟悉的明代的唐柏虎、 柱之山, 他们的作品都属于士大夫文人画。 我们要知道, 民国建立以前, 中国的艺术主要是精英的艺术, 虽然民间也有一些自己的艺术, 比如年画、剪纸, 但是这些长期以来是进不了主流视线的。 在绘画这个领域, 传统中国画的主流是士大夫文人画, 创作主体是文人士大夫, 他们通过创作绘画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同时他们还在作品当中表明自己的士大夫情节或者身份。 咱们举个俗点的例子, 就好比现在很多人发朋友圈吧, 有意无意的晒个车、晒个家装, 而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 展现自己的喜好和品味, 建议显示或者是抬高自己所在的阶层。 对于这种倾向, 徐悲鸿经常表现出不屑, 比如明代有一位士大夫文人画家的代表, 名叫董奇昌。 徐悲鸿非常讨厌这个人, 他说, 董奇昌断送了中国绘画的前途, 可惜三百年来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徐悲鸿对于董奇昌的这种态度, 其实也暗含了他对权贵阶层的态度。 对于徐悲鸿的这种思想倾向, 通过他和同时代的其他画家的对比, 可以看得更为明显, 比如张大谦, 他出身书香门第, 作品当中充满了士大夫特有的雅致情趣。 再比如齐白石, 原来是村里的木匠, 也会做一些雕花的木工活, 能雕花的木匠在当时是被称作戏木匠的, 和只会打家具的粗木匠相比是属于高级工种, 生活虽然不宽裕, 但也算稳定。 所以齐白石的作品喜欢表现, 乡间山野, 还带有天真的童趣。 相比之下, 徐悲鸿出身贫寒, 少年时颠沛流离, 回国之后又耳闻目睹了大革命 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 很自然地形成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尊重, 并且通过艺术创作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 比如在1933年, 徐悲鸿完成了著名的油画《西我后》, 这个题材取材于尚书。 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带兵去讨伐暴君下劫, 老百姓盼望得到解救, 纷纷说《西我后》后来其苏, 意思是说我们贤明的领袖啊, 等他来了, 我们就得救了。 画面上的老百姓站在干裂的大地上, 衣不蔽体, 瘦弱的羹牛在啃食着树根, 人们翘首远望, 眼睛里面饱含着期待的目光。 徐悲鸿完成这幅作品的时候, 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 并对国内虎视眈眈, 徐悲鸿痛感国土沦陷, 想借此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发出呐喊。 更为典型的是, 徐悲鸿在1940年创作的《鱼公移山图》,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 徐悲鸿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 于是创作了这幅画, 寓意是, 中国人民将你鱼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战, 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这幅画里, 徐悲鸿重点描绘了几个高大魁梧的壮年男子, 手持钉耙奋力挖掘, 他们姿态不一, 有的挺直上身, 有的俯身下蹲, 但是都呈现出了雷霆万钧的乞丐, 而且徐悲鸿还做出了重大创新, 直接用全裸体人物来进行中国化创作, 因为裸体人物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人物的力量感。 总之, 在这幅画作当中, 劳动人民显示出的顶天立地的大无畏气概, 可以说是对徐悲鸿思想倾向的高度浓缩。 巧的是, 五年后, 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也是以鱼公移山为题, 表达了抗战到底和建立新中国的决心。 这两个当时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主题来鼓舞人心。 可见, 徐悲鸿的思想倾向已经不自觉地融入了当时历史的大潮流和大趋势。 新中国建立以后, 徐悲鸿不顾自己身体状况的持续恶化, 仍然坚持创作了大型绘画和平大会, 并且为全国劳动模范画人物肖像。 1953年9月, 年仅58岁的徐悲鸿因为积劳成疾, 撒手而去。 徐悲鸿从一个贫穷的少年来到上海追寻梦想, 接着怀着引入西方绘画技法, 改造中国画的宏大志向, 远赴欧洲, 接受系统的艺术教育。 回国以后, 他又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歌颂。 他的思想倾向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有着很大的重合度, 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而是怀着对人民的质朴感情, 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徐悲鸿的艺术倾向在同时期的画家当中很少见到, 但是在文学领域却有一个和他类似的人物, 那就是鲁迅。 徐悲鸿和鲁迅都生长于混乱的社会转型期, 又都有着留学的经历, 他们的思想倾向都比较偏左翼, 都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作为创作的主角。 我们从前读过的鲁迅小说《药》、 《故乡》、 《阿Q正传》、 《社系》等等, 大都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的, 当然, 这两个人也有区别, 鲁迅注重于批判底层人民身上的劣根性, 揭露他们身上自私自利、 麻木不仁的一面, 希望能够改造国民性。 徐悲鸿却致力于表现底层人民身上不屈不挠的生命力,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 两个人的视角都没有错, 中国人民的身上兼有这两面, 既有阿Q的麻木不仁和精神胜利法, 又会迸发出田恒五百世的崇高气节和于公移山的大无畏精神。 这两面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全貌。 好,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下面总结一下。 徐悲鸿在艺术追求上有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 徐悲鸿致力于用西方绘画的技法来改造中国化, 并且坚持将写实主义作为沟通东西方绘画的连接点, 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他在童年时期跟随父亲学习了中国化的技艺, 后来又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上学, 接触了西方文化。 他还因为机缘巧合, 开始了和康有为等进步人士的交往, 增加了对西方的认识。 他在欧洲留学的过程当中, 又掌握了西方绘画的技法, 于是走上了中西结合的创作道路。 第二,徐悲鸿还致力于通过艺术创作去表现中国底层人民的精神面貌, 这也和他的经历有关。 他出身贫寒, 少年时颠沛流离, 回国之后又耳闻目睹了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 既看到了底层人民的力量, 又对他们的遭遇产生了深切同情, 于是尝试通过艺术创作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 在他的代表作《填衡五百事》《西我后》和《鱼公一山图》当中, 这种倾向得到了充分展现, 徐悲鸿的绘画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